第九號颱風立騎馬,今天人產 比較公路長途配了150分 我們追風者追得還真就是實實在在的風 比如說強墜流,還有颱風 立騎馬,颱風煙花 你看我們前年就追了常見流域的大洪水 我們也會追晚霞 還有各種各樣奇怪的雲 我叫蘇迪科,零年後 現在是川普大學的 一個攝影專業的學生 很多人覺得我們追風就是玩命嘛 但他們可能不知道我們在每一次追風前面 都會做大量的分析 把安全考慮在首位 我們會測到很多有意義的數據 拍攝的影像資料 也許會為氣象方面的研究提供幫助 和我們國家站的數據去進行一個互補 我小學都是在成都長大的 所以其實算是一個內陸的孩子 初中之後我就來到了滑東沿海區域 跟颱風吸吼 成為一個氣氧愛好者 一直是到了攝影成為自己真正的專業的時候 就在想我能不能把這兩個東西進行一個融合 通過我的鏡頭去展現更多的天氣系統 國內的話真正又追又拍或者說又記錄的人 那更是少之又少了 實力追風還是我們這些在校大學生為主 這個就是個標標準人的 很標準的 很標準的雲牆 拍到夢想說的畫面了 去年的話一共就追了上萬公里 京區攔截了三到四個颱風 上百個強對流系統 好了像浙江啊上海 還有整個江蘇 山東 遼寧省還有吉林省 一直延伸到內蒙古的通寮 對 你看這裡都非常恐慌 在煙花生辰前的一個星期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注意到了屬於強暴之中的雲系 就一直盯著這個月報路徑看 它的路徑就越來越北條 最後我們也鄭重颱風眼的中心 零公里的烏差 我也拍到了非常好的畫面 目前最精確的一次攔截吧 就單純拿我之前追順澤龍卷的那個例子來說 把我們的航拍飛機弄上天之後 整個綿延三公里的一個破壞袋就盡受眼前了 我當時在拍攝的時候 整個手就是不停地在發抖 直接拍到了第一手的受災情況的資料 這組作品也是送到了霍山龍卷研究所 供它們進行一個後續的分析使用 就可以看出來我們今天這個魚帶的信息 19年的時候長江流域爆發的大洪水 坐了一個高鐵 然後從重慶一直跑到下游的入海口 在一個已經被淹沒的河地上行駛 有個農民在那兒划著小船 所以我們就上了他的船 我們看到了很多房屋被淹掉 然後我們深切地意識到了 我們人類在自然面前還是非常渺小的 我們實際在追擊過程中也像追劇 就是它有一個開端 然後會有發展 很有高潮 很有結局 開始了 慢點 能通過一些強對流的雷暴的這種雷聲 或者說颱風過境的這種風的呼嘯聲去感受 每個風暴都有自己的性格 也會表達它的情緒 這兩年其實氣候變化是越來越頻繁的 那麼我們也希望在我們的片子裡面 去傳遞這麼一個意識 幫助我們國家的防災減災 還有激氧災害的一些防御 去做一些微薄的貢獻 作為一個傳媒大學的學生 尤其是在這麼一個氣候變化的背景下 我覺得自己也是有責任去做一個這種氣候意識的傳播的 我近兩年的一個非常大的計劃 拍攝了一個人與天氣關係的一個紀錄電影 所以近年的話還是希望自己能夠發到更多的東西 更好地去講述我們追風者的故事 公司的故事 當時是第一期的日子 在海裏之旅行 以為自己的朋友 是誰還有一些很多人 那樣在海裏之旅行 在海裏之旅行 我尊心 你為止